今天主要这个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几本书是在我生命中特别大的影响 第一本书我要推荐给大家就是 一本最好的售网人 我也觉得给每个企业家都很重要的一本书 叫做 《Money, Master the Game》 这本书的作者是Antoni Robin Antoni Robin 是一个世界文明的 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创作者 这本书我得到特别大的启发就是 我觉得身为一个企业家 我们必须要先跟钱的关系搞清楚 在这本书我说到什么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but money is the next to oxygen》 就是说 钱不是万能 钱也不是唯一 但是没有钱就可能很多事情就万万不能 钱是什么 钱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能让我们的生命有选择 钱是一个工具让我们开心 第二本书主要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本书叫做 《Think and Grow Rich》 by Napoleon Hill 这本书是在1937年的时候 也经过了几十年 也被很多人在reprint过 为什么这本书给到我很大的影响 因为它改变了我的思维 改变我的格局 改变了我的厌警的模式 它有一个十三个法则 告诉我们一个step by step 到底怎么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因为很多人讲梦想跟现实 永远是反义词的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永远相信这本书给到我一个东西 叫做 《The Power of Manufacturing》 《The Power of Your Thought》 还有最关键的《Law of Attraction》 永远是相信你的相信 梦想就不会离你太远 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宴景 但是它在这本书里面 它给到我们一个step by step 是三个法则 怎么让我们去 achieve 我们的梦想 这三本书主要想跟大家推荐的是 《The Presentation Secret of Steve Jobs》 无可否认 大家都认同吗 Steve Jobs 是一个很完美的演讲师 他在舞台的魅力 简直是可以吸引很多观众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呼吁的是 现在的企业家 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skill set 这个skill set就叫做路眼 怎么在台上去跟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几万个人 把你的商业模式 把你的使命 把你的愿景传达给更多人 因为只有站在台上演讲 你才能用最短的时间 把你的信息杠杆给更多人 所以我觉得 身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这本书是一个 must have 因为我觉得 今时今日的 presentation skill is very important 另外一本书 我觉得我主要想推荐给大家的 这个是在我人生特别有影响力的 因为从小到大都很向往成为 Richard Branson Richard Branson 简直就是我偶像 因为他是一个风险投资者 他也是一个很爱冒险的人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它是一个autobiography 就是他人生的memory 他这本书叫做 Richard Branson Losing the Virginity Virgin是他的公司的名字 他告诉了我们 身为一个企业家 什么是一个风险 因为我永远相信的是这样 If you are not making mistakes You are not pushing your boundaries 身为一个企业家 我们必须要有那种冒险的精神 犯错的精神 虽然犯错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但是我永远觉得 身为一个企业家 很关键的是 我们必须要有这些冒险的精神 让我们去不断的挑战自己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也可以给到你很多启发 永远要相信 就是讲 我们人生是要create一个legacy 到底我们要传承什么 到底以后你老的时候 你有什么故事 可以告诉你的下一代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我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去很多大书籍都有卖 这几本书 它是在我生命中 给到我最大的影响 谢谢大家